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31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香港特首林郑宣布推迟立法会选举一年 借川普过桥 先讲新闻,我们再评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7月31号宣布 因应新冠疫情 原定9月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 顺延一年,在明年9月5号举行 林郑月娥形容这是疫情 7个月来最艰难的决定 她说选举人群聚集 会增加公共卫生风险 目前边境管制,令身在海外的 和中国大陆的香港选民不能够投票 而候选人 也因为限制人群聚集的命令 不能够正常的竞选活动 考虑到公共卫生和选举公平的公正 决定押后选举 林郑月娥说,选举规模很大 全港有600多个票站 共有446万 核资格选民,涉及大量的人群聚集 人员互相互动构成极大的感染风险 其中有一个大型票站 亚洲 博览馆正转作社区治疗中心,很难找到另外场地 特区政府是引用了紧急情况规律条例 简称紧急法 押后选举 再提醒人大常委会 决定是否把现有议员任期延长 和决定下届立法会选举任期是三年还是四年 用这个方法的目的就是避免司法复合 林郑月娥强调,押后选举完全是政治考虑 每天只是看疫情,没有时间看选情 但是他承认 这个决定是由他和行政会议做出的 完全没有咨询过 政府的医疗专家的意见 他说我们的专家对政治没有兴趣 又说这次决定高度敏感,所以完全没有咨询他们意见 而我相信 他们也不想表达任何意见 就是讲一个这样的话,那么你想一下 一个 政治决定 他的依据是因为有传染的风险,流行病的传染风险 所以他做了一个政治决定 而他做这个流行病传染风险的这个判断 完全没有咨询过 医疗专家的意见 那么你想一下,这是个什么决定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呼吸系统 教授许章 是特区政府咨询疫情防控意见的专家 他说专家顾问团 完全没有牵涉到 是否押后立法会选举,就是他们整个的资讯 专家顾问团没有 牵扯到这个 押后立法会选举的讨论 就是没有参与 这纯粹是 特区政府内部的决定 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个政治决定,跟疫情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香港星期五新增加了121人感染 那么连续10天 每天确诊人数过百 总确诊人数现在是3000多人 那么香港卫生部门的官员没有明确表示支持 或者反对押后选举 但警告疫情这个严重 令医疗系统有可能崩溃 香港的民主派 22名立法会预言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押后选举,认为 疫情下多个国家成功的举办大选或者公投 当中一些地方疫情比香港更严重 当局可以透过加强 票站的防御措施 延长投票时间以及安排隔离人士 投票等方式 令选举 正常进行 他们批评 特区政府以疫情押后选举,试图 以 以此来粗暴的 赤夺市民投票的权利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特区政府要人大介入押后 选举的安排的决定 是限制的 彻底崩塌 这是立法会 民主派的意见 然后 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区29号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事宜 表明意见 那么 怎么表明呢? 他说,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 押后事宜的报告收细 说明特区政府打了个报告给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对近期香港特别行政区爆发的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高度关注 将 香港特别行政区 抗击疫情需求 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和援助 切实保护香港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现就立法会选举推迟有关事宜 提出以下意见 一 中央人民政府支持行政长官 会同行政会议 基于公众利益和香港实际情况依法 做出 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 推迟一年的决定,二对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推迟 情况下如何处理 立法机关空缺的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将依法提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做出决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依法做好 第7届立法会选举推迟 涉及的相关工作 这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发表的两个意见 那么 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 将于8月8号至11号 在北京举行,如果特区政府 如果中央人民政府 提醒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释法 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这个时候,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释法 每一次释法都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侵害 都是对香港司法制度的冲击 为什么 因为香港有终审法庭 如果不用香港的终审法庭,直接让人大常委会去 解释法律的话 那就意味着终审法庭的权威性是被削弱的 那么中联办的声明 中联办声明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基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 决定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表示理解和支持 那么这是保护广大香港市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负责任之举 港澳办 港澳办声明也是一样,理解支持 那么他还说,港澳办有一句说法说 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请求 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派遣内地检测人员 赴香港协助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 筛查 帮助香港加快建立临时隔离 及治疗中心,以尽快控制疫情 这就输出了,输出所谓的成功经验 那么如果中国的 核酸筛查还只有30%的话,有意义吗 钟南山29号在广州接受访问 说建议香港 展开全民免费 核酸检测 如果疫情基因不恶化 应该要求市民进行检测 同时应该加强检疫医院的建设 还是中国那套东西要搬到香港去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本个星期香港的形势急转直下,7月29号 香港警方 国家安全处宣布拘捕四名学生 以这个 违反国安法 那么 这个拘捕了四个学生 这个拘捕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第一 这个学生已经退出了 香港动员,香港动员是一个学运组织 其实这四个学生已经退出了 他其实是在追溯以前的行为,这是第1个特点 第2个特点 这次香港警方第1次在没有法庭搜查令的情况之下 进入了这个被捕的人士的居住所进行搜查 就是没有搜查令 这是国安法的一个 一个 摧毁香港法律的一个证据 这是第1个,7月29号 7月30号 特区政府的选举主任 取消了12名民主派参选人的资格 叫DQ 那么这12名立法会候选人 申请参选的候选人 全部都是民主派人士 这是30号 31号 31号 特区政府在与国安法 通缉6名 流亡海外的香港人 包括罗冠聪、陈家居、刘康、郑文杰 郑文杰就是那个被 被抓的,就是原来在 英国驻港 使馆工作的一个,后来被抓到大陆去 朱慕明和黄台养 这通缉6个人 好,那我们就分析一下 这个形势变化得非常快,香港的局势 变化得非常快 当然,第1条 特区政府 押后选举 肯定不是因为疫情,因为他连这个专家组的 专家团,其实香港特区政府 有一个疫情防控的顾问团 顾问团全部都是流行病学的专家 那么理论上来说,你应该,你要做一个这样的 以这个为原因,要推押后选举 你肯定要去咨询这个专家团的意见 就是说这个疫情,这个情况下能不能选举 如果能选举,当然要选举 如果不能选举,那就押后 如果是专家团的意见 有给意见,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他连问都没问过 所以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押后和疫情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这是第1个 第2个 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联合演出 联合演出一个双簧 特区政府出面 把问题交给人大常委会做决定 中间有一个缓冲 那么这是第2个 第3个,人大司法 人大事法 人大事法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司法复合 香港是个法治社会 那么法治社会 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司法是社会公益的最后的底线 就是说任何一个公民,他可以通过司法复合 挑战政府的行政决定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一个政府 或者是政府和 市民的关系,公民的关系,就是说 在面对政府,政府和市民之间其实有个非常大的不对称,就是权力的不对称 资源的不对称 但是 一个 一个法治社会 他 赋予公民一个权利,就是通过法庭 去挑战政府的行政决定 那么这就叫司法复合 那么在香港经常发生 就说在香港 也不算经常吧,反正就是 当有一些重大分歧,重大 疑问的时候,特别是 香港的市民非常不同意政府的行政决定,他就会提出司法复合 那么这个司法复合就保证了香港的公民能够 和香港的政府 能够在法庭上 平等的 做出 裁决 那么 那么他为什么要去释法 他释法的目的是从法源上建立一个 保证特区政府的决定 合理性的一个法源的一个安排 那当然 就是 那如果他把法源改了 那香港公民去进行司法挑战的这个 这个机会就等于没有了 所以他就避免这个司法复合去释法 去释法 这是第3点,第4点 林郑月娥也好,习近平也好,选择这个时候 选择这一刻 推迟选举有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之前已经放过风,其实在 在上个星期就开始流传,流传这个会推迟选举的这个说法 那么有几个 这有几个报纸 有几个报纸就是现在已经专门负责帮 特区政府放风的这个报纸 已经开始 在上星期开始 放风了 这是第1个,就是他已经其实 特区政府也好,北京也好,已经做好了这个方面的准备,他们是要干这件事情 这是已经做好了计划 是准备干的 这是第1个,第2个 你可以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看 特区政府也好 北京也好,他们在香港做的事情是紧盯着美国的 紧盯着美国的 那么川普总统 昨天 昨天 提出来说延迟大选 延迟大选 这个 他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 这件事情肯定 和川普总统 提出来说延迟大选是有关系的 川普总统是7月30号 先是在这个推特上 推特上表示建议延迟2020年总统大选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又改口 说不想延期 但是他担心 几百万张邮寄选票会出问题,出状况 后来他又在白宫对记者说 说我想 我想要选举和结果 远远超过你们,我不想延期,我想进行选举 但我也不想 必须等三个月 然后发现选票全部都不见了 这种选举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30号发生的事情 林郑英娥也好,北京也好 抓住这个机会 去宣布 延迟香港的选举 那么对中国来说 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动作 引发了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既然你可以说延迟选举,那我也可以延迟选举,这就是后面的逻辑 这就是后面的逻辑 所以他们抓住的机会马上宣布 马上宣布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安排,我觉得是可以看出来这种关系 第1个就是 DQ12个立法会 候选人 DQ12个候选人 如果他要压后的话,他没必要现在DQ 如果他压后 他完全可以 等压后之后,有这么长时间,你慢慢在做这个动作 这个冲击率会小一点 但是也有可能跟这没有关系 为什么,因为 因为他密集,你可以看,从29号抓人,到30号DQ 到31号宣布,这也可能是一个 一个剧本 剧本就这么写的 目的是什么 目的它形成一个氛围 就是红色恐怖的氛围 国安法真的来了,大家注意,它就是要形成这个氛围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现在的局势在急转直下 习近平的这种斗争思维,其实非常明显的贯彻在 香港特区政府的一系列的行动当中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 准备在香港政策上面做一系列的 制裁行动 但是 你可以看 特区政府正在继续往前推,推他们现在所有的政策,没有一样停的 没有一样停的,这里面是有一点问题的,你可以看 你可以通过香港特区政府的一系列行动,你可以看 他们完全没有顾忌 他们完全没有顾忌 所以其实 在川普总统 推出具体的政策的时候 我仍然是有疑虑 那么 特区政府的主轴是什么呢 下一阶段,特区政府在推进他一系列政策的过程当中 主轴是两条 第1条国安法 第2条就是选举 就是他的主轴是,这一头是国安法,这一头是选举 国安法是工具 那么打击反对派 打击民主派 在香港形成一个红色的恐怖的氛围 这是 这是这一头,另外一头是选举 选举是目标 为什么要搞选举,为什么要在选举上投入这么多资源,就是为了保住政权 因为虽然特首是北京指定的人 但是 根据香港现有的建制 如果立法会 民主派 得到了35 以上的席位 那么实际上 特区政府的所有的政策都过不了 就是 民主派可以在立法会 把所有香港 特区政府的政策全部给否定掉 所以实际上这是个非常 其实他们保的是什么,保的是政权 虽然他有行政权,但是香港的 香港现在的制度就是 特区政府 其实所有的政策都必须立法会通过,才能实施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 他们是 选举 保选举就是保政权 大概是一个这个 就是所以 所以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轴,这头是国安法 这头是什么 这头就是选举 那么第3个 第3个就是美国和西方,这一次一系列的动作,其实震撼力很大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西方国家反应还是比较快 西方国家反应是比较快 所以我相信陆陆续续都会发生 针对香港议题,就是 香港议题其实前一阵子已经静下来了 现在又起来 现在又起来 这就是目前 香港的局势,香港的局势,我们密切的关注,我会密切的关注 正在香港发生的这一切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再讲讲北京,因为最近的这个新闻还是比较多 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8月1号 出版的《求是》杂志 又发表了一篇 这个习近平的文章 这篇文章我要跟大家说一嘴,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的建设 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这篇文章 也不是特别长 那么 文章是这样的 我读一句话 就读其中一段 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 党的组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有点难吧 我们党长期执政,永保活力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把党建设的更加 坚强有力 这重点来了 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继续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不断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我们就能 任凭风 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台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文章的背景是什么 讲这件事情的肯定是 原因肯定是 内部因素外部条件 内部因素就是经济 经济形势非常恶劣 外部条件就是外部环境非常差 外交理论基本上是这个形式 在这个形式之下 出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呢,这篇文章就是几个意思 第1个 就是要 要警惕党内同志 习近平写这篇文章,第1件事情叫警惕党内同志 要服从组织 服从组织 否则的话 我们一起完蛋 就是警惕 提出一个警告 这是第1件事 第2件事 利诱党内同志 服从组织有好处 什么好处呢 我们长期执政 稳坐钓鱼台 其实讲道理 就是这两句话 第1句话 不服从组织 大家都不服从组织,我们党就完蛋了 大家都完蛋,大家一起完蛋,我们在一条船上 这条船叫 中国共产党 这条船上 大家如果齐心协力,我们就能够稳坐钓鱼台,我们就长期执政 这个饭还能吃下去 其实两句话,就这两句话 他为什么要讲组织呢 组织 对中共来说,有三件事情非常关键 第1叫党的领导 第2叫党的建设 第3叫党的组织 但是其实呢 对中共来说 中共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吗?不是的 也不是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跟党的领导 其实都围绕着什么展开 围绕着党的组织展开 为什么叫党的组织才是核心 党的组织 才关系到权力 权力和什么有关系?跟组织有关系 权力是组织形成的 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 你想一下 这个小组长,你这个人在当小组长,首先你得有一个小组 小组 他在当小组长 那么就有个组织 有组织才有权力 组织是 产生权力的源泉 来源 那么所谓的党的领导也好 党的建设也好,那都是提供什么呢 要么提供说法 要么提供理由 要么提供依据 党的建设就是建设什么?建设组织 党的领导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组织 所以组织很重要 中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来自组织 中共从建党 到现在,活到现在 不仅夺取了政权 而且执政这么长时间 它的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党的组织 它的组织力很强 其他的都是骗人的 其他都是骗人的 它的组织的灵活性很高 我们说中共善于学习,其中有一条,它学习的能力 都是用在组织上的 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是 在一个严峻的形势下,就是以中共执政作为一个前提,你去判断 中共现在面临的局势非常的严峻 外部 跟中美关系 闹翻了 内部经济也搞翻了 基本上这两头都搞翻了 所以他的执政环境非常的恶劣 所以 习近平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其实就是 一方面警惕党内的统治 另外一方面也是利诱党内的统治 就说你们跟我们一起混 好好的听话 你们只要好好的听话 那我们就能长期执政 大家的好处还在 如果不好好听话 不好好的把这个船划好 那我们传一番,大家都完蛋 其实这篇文章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第1个 第2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军队 8月1号是中国的建军节 然后呢,政治局呢,就开一个集体的学习会 叫集体学习 集体学习 就是第22次集体学习,就是他定期就搞一个座谈 就搞一个讲座,相当于搞个讲座 请个专家来,跟大家做一个科普性的讲座 那么政治局其实人挺多的 习近平就在这上面讲了一段话 讲了一段话,为什么 为什么要讲这个,原因有两个,第1个 中美之间 对抗越来越激烈 所有人都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 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热战 那么当然从美国的这个角度,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好,美国的 美国总统安全顾问也好 包括美国 这个参谋长连续会议的主席也好 在不同的场合都表明一句话 就是说中共千万不要挑战我们 那我们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有我们的军力,足够应付来自任何领域的挑战 包括中国 中国是美国的 头号的一人 其实美国的这个,从安全顾问到国防部长到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他一系列的表明都在说这件事情 这是第1头 第2头 最近 美国的中国的这个军民也好,这个胡锡进也好 一路在喊什么呢 喊 核威胁 中国的核力量,一直在讲中国的核力量等等,包括 包括这个军事力量啊,各种 各种反应,但是 中国 中国官方并没有太高调的回应 美国这方面的 说法 为什么 这有点奇怪 特别是外交部 外交部以战狼的姿态,理论上应该非常高调 但是这次在军事领域,他没有那么高调 没那么高调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国内传出各种说法 有些真有些假 什么防空洞啊,轻防空洞啊,什么防空演习啊,什么等等 这些有各种,有真有假,有些我们看网络上 有些消息并不是真实的,并不是针对 现有的这个形式,有些拿历史的资料来做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关注这件事情,因为 明天是建军节,那么今天政治局开一个 集体学习 然后请一个专家来讲 习近平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 当前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他把这件事情联系起来了 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增大 然后呢,他说 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难得机遇 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 要增强使命感和紧缺感 努力实现 我国,我军现代化建设 跨越式发展 那么习近平这番话呢 并没有太 太强的这种挑衅的意味 但是 也毫无疑问,现在中国的 中美之间的 对抗,激烈的对抗 其实对中国产生什么 产生很大的军事上的压力 那么航空母舰,美国两艘航空母舰,三艘航空母舰 在西太平洋,然后在南海的演习,包括 美国连续的和 和几个国家在南海,南中国海 进行这种联合军演 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那么在这个反应之下 我们说这个政治局所谓的 集体学习,其实是在 做出某种程度的回应 但这个回应 比我们想象的要低调的多 低调的多 这里面就是一个新的发展 新的发展,我把这件事情 报告给大家,那么如果持续有后续的发展,我们再会持续的报告 好吧 好,我们今天的议题就讲到这里,那么 总结一下,第一,香港的局势持续的发酵 那么特区政府 把这个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延迟一年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之前就有封闻,那么现在 鞋子终于落地了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 因应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习近平又在这个《求是》杂志发表文章 其实目标就是 团结党内同志 那么外部压力一增大,他就团结党内同志 目标是这个 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去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三个,情况 问题,观点,这样我们可以提供沟通效率 另外一个呢,就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会员最近好像 停滞不前,所以要请大家支持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进行这个 会员的这个安排,原因是因为 我们还是不想被平台,用各种方法来打击我们 我们设置会员主要是请大家支持我们 不那么依赖广告收入 广告收入当然会是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但是真正的,如果我们有会员的支持的话 我们不那么依赖他,我们会更加 更加独立自主的把这个节目做好 好吗,所以这里我们就特别请大家能够 有条件的尽量的支持 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 好,鸣谢一下 谢谢,王老师你好 终于赶上直播 现在 现在的很多人 现在很多的人生决定都在被你深深的影响着 您的一扇窗,是我的一扇门 十分感谢 谢谢,我希望能够给你提供一些 决策的支持 决策的支持 云在清天,水在平,陈谢谢 984degree,谢谢 Good evening, Buy you an India Charch Thanks 西藏大姐,谢谢 终于赶上直播,王老师辛苦了,谢谢 杨玲玲,谢谢 打卡北京,刚毕业,墙内不管是学校 还是公司,都乌烟瘴气 去年开始看王老师直播,感觉简直是一股清流,所以一期都没落 而且在直播中发现我并不孤单 一些原来想不通的问题,也在直播中找到答案,还会继续支持王老师 王老师加油 感谢,感谢支持 观点 无耻连遮羞布都不要了,除了说无耻 真心想不到用什么词来形容CCP在香港的行为 我也是,其实我在 我在这个推特上发这条新闻的时候 我只能用无耻这两个字,我们其他也 想骂人,但是 好像也不知道找出什么词来骂 所以我非常同意你 观点 所谓推迟选举 都是按照CCP的剧本,在上演的戏码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非常正确 我也是这么想 观点,民主的选举需要独裁政权来决定,太滑稽了 观点 对国安法的法律解释中 明明说过,不溯及既往原则 看来也是在骗鬼 是的 法律当然不能溯及既往 这是一个法律的基本原则 如果你溯及既往的话,那你之前 我现在的行为 能为你以后 设立的法律负责吗?那是不可能的,这不make sense 所以法律都是不溯及既往 情况,香港警方刚以 国安法通缉六名流亡海外的港人,包括罗冠冲,陈家居 刘康 郑文杰 朱牧铭及黄台仰 国安法律 观点,连公民党这么温和的政党 都被DQ 他们没有一点余地,我觉得以后香港的社会会越来越激烈 比预想的要严重 非常正确 香港的形势发展得非常快 真的是非常的快,你可以看香港社会的演变 就是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香港社会的演变会非常的快 情况,浙江杭州某国企要全体员工手机里安装 学习强国APP 情况,很多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 学者联合会都设有党支部,会长一般都是党员 这个要查 这个应该查 观点,我认为被DQ的意愿应该尽快地转移到海外 成立流亡立法会 需要流亡香港立法会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 而且 目前被DQ的一些议员 还未被边控,这个时候应该尽快转移出来 是对大局有利的,现在民主国家联军正在南海集结 英国针对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主权提出质疑完全有可能 这个时候流亡立法会 与流亡政权都有存在的必要 OK 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观点,怎么香港一年不选 怎么香港一年不选,中共五毛支持的不行 美国推迟一下他们就不行了,一副恶心的嘴脸 观点,新加坡几个星期前顺利的举行了选举,为什么不借鉴 他们就是要推迟 跟疫情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情况是有凑巧,每次有恶法实施或者宣布香港天气都会 忽然恶劣 或者是大风大雨,今天马上 直接挂上三号风球,一般都是 先一号,人在做天在看 观点 如果从阴谋论出发,中共的特务 在香港各个社区放病毒,让很多人感染也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这是有可能 因为 其实香港媒体都有报道 特区政府特地 故意的让一些 完全 叫豁免 豁免的人在香港 瞎挂 这是这一次爆发的原因 观点,中共政治之黑暗已经超出人类社会的想象力 不要对他再抱有任何幻想,非常正确 王老师美希好,情况,今天大陆官媒宣传提示 我们来看一下 他怕什么 一 关于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怀邦受惠案审理一事 要根据权威信息准确报道 不采用未经核实的信息 胡怀邦 关于美籍华人作家 颜格林拍摄 武汉2020一事,一律不报道 不评论 不转载境外报道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颜格林拍 武汉2020,非常好 那真的需要拍一个 三,近期美国执法安全部门搜查 扣留所谓 具有解放军院校背景的中国留学生 站不住报道和评论 不传播境外信息 不猜测我方反应 OK 看来他们是很敏感 看来是 看来是打到脸子上了 近期 天津一中院对赵正勇受贿一案公开审判 要根据权威信息准确报道,不接纳就文 不采用 未经核实的信息 赵正勇 颜格林拍这个电影非常好 情况,昨天法国国家电视台在晚八点新闻 播放了法国外长在议会开会时 要求关注新疆维族的权益 呼吁中共让西方派代表去实地考察当地人权实际情况 外长讲话之后还播出了空拍的 维族集中营的情况和采访维族受害人的新闻报道 里面还有中共 汪信 新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复 说那只是中共的反恐措施 我第一次感觉法国政府开始做事了 而不是几个报刊记者写几篇文章 毕竟外长代表了政府的声音 提问 香港终身法院外树立着正义女神的雕像 除了蒙眼和手持天平 她还手持保健 因为保健象征权威 正义应该是迅速而最终的 港府去年以紧急法禁止蒙面 香港人诉讼了 那么以紧急法推迟立法会选举一年 香港人可以尝试诉讼吗?当然 一定会有人提起司法 复合 一定会有 我该肯定 为什么 因为这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这件事情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因为你需要足够的理据 情况 华春云在记者会上说 美国指责中国破坏新冠疫苗研发式无中生有 有本事拿出证据来,请问王老师 CCP能公开这么强硬的抵赖是因为已经摧毁证据吗 美国为什么不公开 以前中国黑客入侵科研机构的证据 这个证据拿出来,CCP估计要垮一半 我迫不及待想看CCP必狠打脸 是这样 你说让我拿证据,我就拿证据 对吗 这是第1个,第2个 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小孩子打嘴仗 打口炮 那我们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肯定有一个 肯定有依据,那么我有依据,根据我的依据来做一个决定就可以了 我不一定要跟你讲 大家一定要在外交场合进行这种 像华春莹讲的这个级别的这种话,这是不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 我们不能够把外交辞令作为一个两个国家 行动的一个判断 不一定会这么发生的 所以 我们还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当做小孩国家再来判断 观点,今天闫博士说,女将军 女将军去武汉实验室 就是为了摧毁证据 但他说再怎么销毁,肯定有尾巴留着 要求美国进入武汉 实验室独立调查 提问 按说特区政府官员都是英国人培养 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本身就 就在海外有大量的利益 比如家人就有英国国籍,甚至他们还有海外资产 奇怪 那他们为什么不怕呢?感觉香港这些官员当美国完全不存在一样 另外,王老师能不能说一下南方官场 是不是比北方官场好很多 但是 到不了发达国家的程度 特区政府官员当然有很多是在海外有利益 但也不完全是在海外有利益 他们主要的利益在哪里?大部分是在英国 比如说在英国有房产等等 所以其实 美国要处罚香港的高官肯定要跟英国合作 一定要跟英国合作 其实香港的大部分的高官 他们的主要利益还是在英国 这是一个 第2个 南方的官场比北方好很多 南方的官场比北方 会有不同 不同在哪里 不同就是南方官场有水更大一点 所以南方的官员呢 没那么猴急 就是南方有水大 这利益到处都是钱 要搞钱 渠道很多 也比较 比较容易 所以南方的官员没那么猴急 就说 吃相呢,他讲究一下吃相 就说你在南方 你送钱给官员,官员说我行,我来办 他真会给你办 为什么,因为他这位置要紧 他不想把这位置给弄丢了,因为这位置很值钱 他可以挣 挣很多钱,所以你看南方的官员 他如果办不了,他不会收你钱 这南方,不是全部啊,通常风气是这样 他收了你钱,他会给你办的事 北方不同 北方这个 都是恶狼 北方为什么都是恶狼,因为除了北京 北方 相对土地贫瘠 官员捞钱的渠道不多 所以官员捞钱无所不用其极 就说 他能办不能办,他都收你钱 收了钱也不一定办得了事 就是这样 所以 官场的风气不一样,就是北方因为他比较贫瘠,所以他 北方的官员吃相非常的丑陋 无所不用其极 他收了你的钱,不一定会给你办事 但是无论是南方跟北方 他们的特征是一致的 就是一个独裁的政权 就是没有约束的政权 极其腐败 腐败程度是一样的,都是腐败 就是人类历史上腐败的高度就在中国 所以南方跟发达国家,你这个发达国家就不对 是一个权力受约束的国家 和一个权力不受约束国家的比较 跟发达没关系 观点 套用王先生的一句话,中共低估了香港人反抗的意义和力量 大家也不要高估中共的力量 特别是在香港这件事情上 习在香港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不但侵犯了香港人的权利和利益 而且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 历来就存在各种不同的利益 包括西方各国的直接利益 包括中共本身高层内部的很多利益 所以 香港成为西方制裁中共的很好的切入点 也打破了中共内部在政权生存问题上的铁板一块 改变就在正前方,请大家保持 信心和耐心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那个观点 我不能再同意了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我还是那句话 其他国家,西方国家对中共 高估了他的实力 低估了他的决心 所以我们 不能高估中共的实力,也不要低估他的决心 也就是用 用中共的话说 战略上 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一样的道理,其实是一件事 就是在具体的事情上,一定要很谨慎 一定要 倾全力去做,在具体上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他,他其实是很脆弱 中共其实很脆弱 中共的实力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他的对手 取决于他的对手 他不取决于他自己 他其实很脆弱 提问,今天取消医生和教师的 事业编制 扶警转正,这是一种放风吗 我看到一些这方面的 我看到这方面的消息 我想了一下这件事情 取消医生和教师的事业编制 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如果真要做这件事,为什么 无论是医生也好 教师也好 都必须财政养 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财政不养医生 跟教师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整个的公共服务就崩溃了 就是 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就崩溃了 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就崩溃了 它提供的核心的公共服务就是两个 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 其他的公共服务基本上 没有太多 还有交通还有一个 交通跟城市基础设施 但是交通跟城市基础设施跟这两个没办法比 因为那就是收钱的 除了地铁,地铁在大量的赔钱 政府要养 地铁也是政府 面子工程,那你就得付出代价 交通其实交通其他的公共服务,它其实是能够 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的,但是 教育跟医疗这两个 必须政府大量的投入 它跑不掉 那么如果取消医生跟教师的编制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政府对这两个公共服务品的承诺 它就削减对这两个公共服务品的承诺 如果它削减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公共服务的系统 正在崩溃 正在崩溃 就说 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在崩溃 如果它在崩溃意味着什么?背后当然有个原因,就是财政在崩溃 财政没有钱了,他才会做这个动作,这是一个下策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会相信 你把这个教师的这个编制拿掉,把医生的编制拿掉后果 是正面的,没有人相信这个,一定是后果非常严重 为什么 这两个人群过去几十年 至少二三十年 还是岁月静好的 岁月静好 那么 它至少是一个稳定,对政权来说它是个稳定的支撑 如果你把这个一动 那你政权 政权的这块支撑就没有了 因为没有人会 支持一个把我鞭子拿走的政权,你说是不是 所以这件事情 除非 也就是说 如果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发生,现在 网上到处在传 那么如果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政府正在推动这件事情,或者正在安排这个方案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政府的财政已经崩溃到了它已经没办法维持的地步 因为这两块是要花很多钱 政府的财政主要支出 就是这两块 这两块是财政最大的支出 如果这两块它都守不住了 那财政已经崩溃到 要超出我的想象 观点,中共要进行核酸检测,全面收集港人的DNA 我在墙内已经被交警强制采集过两次了 是的 钟南山讲这个话,其实我在推特上我已经骂过他 钟南山就是个老流氓 他是个胃口奔驰的老流氓 所以 钟南山还在讲这件事情 我认为 中共要做这件事情是别有用心 所以香港人应该全面抵制 问题现在的情况下,俄罗斯心态是什么,他们的立场 又是什么,请老师解数一下 俄罗斯我没关注 最近没看 所以我没办法回答 抱歉 看到了我再说,因为最近的新闻实在太多 王老师好,大卡美国 好开心 今天终于赶上您的直播,大卡美国 问题,我女儿今年高考 上了港大的录取线,她也很想去,但鉴于目前香港的情况 大家都比较纠结,不知道是否应该去 而且如果选择港大这个学期只能上网课 王老师很希望听一听你的意见 子女人在国内 你让我选呢 我请愿让她选港大 因为你在国内读大学,那就是洗脑机器在里面洗一遍 但是如果读港大的话,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成本的问题 港大成本肯定是要高的 那么家庭条件能不能支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他是不是有志于在海外的发展 如果他有志于在海外发展,我觉得去港大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 港大毕竟是在亚洲第一流的大学,这个没有疑问,比这个北大清华,不知道强多少 虽然香港现在社会正在发生变化 但是就算香港发生变化 也比北大清华强 所以 北大清华,中共在中国国内的高校这个进行 名正言顺的想怎么洗就怎么洗,想怎么翻过来倒过去洗,就怎么翻过来倒过去 而且他的那种 还有那种 学校的那种学习氛围 还有那种老师 老师没有人 无心教学 校长老师无心教学,所以 所以如果有条件,能够出去还是尽量出去 这是我的意见 好吗,你参考一下 情况,最近出现看 最近出现看王老师的节目 经常网络 异常 卡顿,我认为王老师的 视频被某些事里人为的阻挠或者是影响 有吗,我最近 我最近 听到这个声音少了一些 情况 我们小村居民的Facebook群朋友也收到 中国寄来的不明种子和土壤 而且收件人不是华人,请务必注意不要打开 情况 制裁之前 陈全国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把手后 由于中国迫害维吾尔人,美国刚刚又制裁了 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书记,兵团政委 中国新建集团董事长,19届中央委员孙金龙 副主席,兵团副书记,司令员 中国新建集团 总经理彭加瑞 OK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鸣谢一下 谢谢 港大法学院的戴耀廷教授,前天因为港独被开除非常难过 替上过戴老师课的闺蜜,感谢您一直为香港发声,希望大家都加油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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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